业人乐颜近年来在中国发展 却常常争议不断 甚至还透露经济状况出问题 近期开启直播事业 他谈言在经营直播上面对许多困难 前阵子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管制措施也让他非常辛苦 只能建公司的样品来果腹 没想到如今的销售情况也不见任何好转 他无奈表示直播的商品中 有些他也很喜欢吃 但在直播中多次推荐就是卖不出去 留了言自己很喜欢吃一款 厦门椰子饼干大赞味道非常好 但却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同 为此感到很失落 他透露如果转化率不好 以后公司将不再寄产品给他 他就没得吃了 令他十分伤心 引导不少粉丝留言安慰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臣酷6-6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